你笑我真的笑臭了 可能人也有关系 这就是XX 辱骂小朋友是会晤 还一口一句挑侃恶心 这里竟然是新竹知名的 贵族拖映中心 教保员不带言语羞辱幼儿 甚至每天把小朋友 放在椅子上长达五小时 孩子跌倒夜不管 放任幼童哭到睡着 甚至还拿尿布用力丢脸 一次不够再丢第二次 监视器曝光 揭穿恐怖 虐映真相 看监视器的时候 是一片看一片哭 到底有几个小孩 像我的小孩这样子被怼待 教保员识虐都没人发现吗 监视器一查 发现拖映中心主任 进进出出 一天长达十次 却漠视虐婴行为 受害家长五月二十号 把十一个月大儿子送去后 开始发现男婴身上出现瘀青 伤痕甚至越来越严重 惊觉不对 七月十二号 一对有监视器 这才发现一连串离谱识虐 半夜的时候 他会一直尖叫 一直挣扎 一直哭 每天要带他去 拖映中心的时候 他会一直站在安全座椅上面 一直哭 孟严挥之不去 怎么也想不到 把孩子送到去年评鉴优等 号称竹北最高级的拖映中心 每学期费用超过十万块 却换来恐怖虐待 甚至发现还有其他孩子业受害 家长薪碎提高 社会局也介入调查 确定就是有违反 额绍群法的相关规定 寄出重罚 可以告示到六十万元 拖映中心也发出声明道歉 坦诚疏 决定无限期停验 但家长怒控原方避重就轻 粉饰太平 就怕停业后传过水无痕 再度改名 另起炉灶 恐怖虐一行径 还会持续下去 记者和孟前 盘建任黄玉兰新主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